大家聽到矮露貓的叫聲 開展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分享給朋友觀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做魔物獵人崛起的Amiibo開箱 裡面包括有三隻模型 以及三個Skin Skin方面 稍後會跟大家玩玩 首先跟大家開啟一隻矮露貓 包裝其實蠻穩固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拿出來的時候 卡在包裝裡面的膠包 另外 因為有NFC裝置 我相信它免費給別人 或者是不想讓別人 透過包裝就這樣拿到 其實下面有一塊紙 但是這張紙應該不可以穿過信號 那張紙是反光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挺貼心的 而且這是應該的 應該要這樣做的 否則別人還沒買的時候 有一個盒子還沒開 即是在店舖裡這樣做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起碼可以先防止這件事發生 看看模型 我覺得造工也很仔細 當初我在網上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沒那麼漂亮 而且造工應該一般 下面有一個膠的地台給予那隻公仔 另外地台是Amiibo NFC 稍後會跟大家嘗試手制的NFC功能 連接取回我們的虛擬物品 即是傷型 大致上 我們只需把它放在手制中間的位置 Amiibo拿回艾露貓的怨婦Skin 加爾克拿回加爾克的怨婦Skin 對 怨婦和怨婦也有 我們再來看看加爾克 造工相當仔細 亦用軟膠 其實紋路是挺清晰的 我真的想不到Amiibo做出來 小隻的造工也算不差 因為小隻始終要做黑紋 或者紋理 其實也是相對難 反而大隻更好做 這些小隻我覺得是比較難做的 他做出來 尾巴撩起的位置也做出來 加爾克的小毛公尾尾巴非常長 有半隻狗那麼長 加爾克的小毛公仔我也是買了 稍後看看有沒有時間開箱 那隻的小毛公仔質地非常好 我可以告訴大家 毛公仔推出廠地 那隻毛公仔推出的 我沒想到是印度推出的 反而這些Amiibo全都是大陸推出的 紋理方面我覺得也沒什麼挑剔 加爾克也算是這樣的 接著到我們這次的主角 崛起的主角 就是怨虎龍 也是大家網友氣清門的怨虎龍 這隻Amiibo比較貴 好像是2200日圓 我自己覺得 也算是不錯的 如果只買一個小小的模型 八百多元 就好像差不多了 加上虛寶有個Skin 造工方面也不客氣 CAPCOM我也蠻欣賞的 就是BANDAI那些 通常都是廁所做的 這些都不說了 先說回這隻怨虎龍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紋理都蠻現的 我們看看它的底下的位置 我沒想到它的肚子位 以及胸口的位置 有些粒粒的東西 好像是把東西關掉出來的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怨虎龍 本身的胸口和肚子 會有這些粒粒的東西 就算我們打這遊戲的時候 好像也不太覺得 另外就是我蠻喜歡 它鬼火的位置 透明膠 整隻來說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造工方面 模型就看完了 我們嘗試把裡面的Skin拿出來 看看是怎樣的 其實很簡單 大家只需要找楊艷商店 然後按下獨取的Amiibo 或者工會商店 按下獨取的Amiibo 把它放在手掣上 其實就可以了 我們就去領取特典 其實每隻都是這樣做的 我自己就覺得沒什麼特別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你獨取Amiibo的時候 它會出相應的聲音 例如艾龍貓 它會有貓叫 加爾克有加爾克的叫聲 怨虎龍的叫聲 這個其實也挺特別的 我們再看看最後的艾龍貓 艾龍貓放進去 大家聽到艾龍貓的叫聲 上面提到大家的Amiibo抽獎 每天都會更新 每天按進去工會商店 或者找楊艷 都可以做一個抽獎 去換外觀 我們只需要去道具箱 跟著外觀的裝備設定 我們可以選擇已有的外觀 如果你有Amiibo 就可以換上怨虎龍特別限定的Skin 如果大家要人物Skin 就要怨虎龍的Amiibo 如果大家有艾龍貓的Amiibo 我們可以去除從看版 然後去外觀 按下艾龍貓 然後我們可以換上 我們之前艾龍貓的Amiibo 就可以換出來 我自己覺得艾龍貓的Skin 也挺漂亮的 真的挺漂亮的 真的不錯 然後就是加爾克的Amiibo 兌換完之後 我們也可以換上Skin 做一個限定的怨虎龍加爾克的Skin 這隻隱犬的外觀我覺得挺漂亮的 另外跟大家說說 因為以往我開箱的模型影片 有兄弟有時候會問 究竟你在哪裡買呢 我這次所有關於Mong Hunt的遊戲 又或者是這個模型 全部都是黃貓格格 日本代購及玩具精品購買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它本身有實體店 另外它也會有IG和Facebook 它的IG和Facebook都更新得蠻密的 有什麼新玩具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自己去追蹤 今天影片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觀看 Bye Bye 兄弟們 你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還有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觀看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